今天和大家思想的题目都是我们一直来思想 开关于家庭的生活从创世纪来思想 大家在一起祈祷我们将时间交托给主 没有恩惠 没有怜悯的上帝 当我们听到刚才的诗歌的时候 主我们就再一次体会到 主要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 我们未曾认识祢的时候 主耶稣你已经为我们死 你愿意为我们牺牲你的生命 你向我们呼唤回到你自己的羊圈当中 我们过去是没有指望 我们活在过犯 在死亡当中 但是主耶稣你的拯救带给我们永生 带给我们永恒的盼望 你不单止给我们今生有你的同在 你都给我们永远的应许 因此我们知道主耶稣说 你既然乐意为我们死 你都不会愿意留下任何的好处 不给我们 你看顾我们的个人的生命 你都看顾我们的家庭 当人寻求你的时候 主啊你就乐意向我们施恩 因此今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 思想你自己的作为 你都祈求亲爱的主 你帮助我们信靠你 以致我们能够以信心接连你自己的恩惠 能够保得你的恩惠 求主此风段时间 带领引导我们的心思 我们的心灵 我们同心仰望祈祷 奉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们 不要让财 贪破坏家庭 是我们今天思想的重点 大家都可能在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报道 听到很多不同的家庭 往往因为金钱的缘故 本来是亲人来的 但是反目成手 是大家都会听过的事情 听到很多时候 基督徒都会小心留心 守卫着自己的家庭 不要因为金钱的缘故 以致我们破坏了 或者危害了我们家人之间的关系 我听到一个消息 就是有一个家庭 当她的太太知道自己的丈夫 买了一层楼 他们虽然都曾经谈过很多年 说要买楼 突然间丈夫决心卖了 太太听见的时候 很不开心 她就说 为什么你不等多几日呢 等多几日之后 的确楼价再升了 因此过去一段长时间 太太每当发觉楼价 是增加提升的时候 她就很愤怒 就不断骂她丈夫 为什么你这么早卖一层楼 一路骂她 但是当她一路责骂自己丈夫的时候 慢慢她察觉 丈夫越来越沉默 越来越不想跟她聊天 而且有些时候有意无意就辞回 辞放工 她开始发觉之间关系出现问题 问题在哪里呢 因为丈夫很怕太太经常骂她 问题在哪里呢 因为太太很重视钱 甚至到地步轻视了和丈夫的关系 以至关系产生了裂痕 有些时候我们都未必会察觉到 很多时候人的心 很重视金钱 以至轻视了关系 带来的伤害 或者损失 是更大的 如果大家会记得 在圣经真言上上讲述这些事情 真言其中的十五章提及 他说贪恋财利的 妖害几家 一个人贪恋财利 带来的最终的结果 是伤害 妖害了自己的家庭 这个正确是我们上上见到的 一个现实的情况 所以今天我们思想经文的时候 都给一次提醒 求主帮助我们看重的 是敬畏神 仰望祂的供应 重视同神的关系 也同时重视同奸的关系 多于是金钱的利益 我们一起思想圣经的说话 大家先展开《创世记》的第29章 我们首先思想的是一个拉班 一个人物 他因为贪财 就破坏了和他的女儿之间的关系 我们先看看29章 大家会记得上星期我们说到 雅各离开了自己的父家 因为怕被自己的哥哥以宿追杀 所以他就去到投奔他的舅父拉班 去到的时候就看到拉杰 就是舅父的女儿 他很喜欢他 因此29章18节 他跟舅父这样说 雅各爱拉杰 所以对拉班说 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拉杰 服侍你七年 这里所说的七年是表示 他是无条件的服侍他的舅父 以七年的工资 作为对他的女儿的礼金 因此他愿意自己付出代价 虽然自己没有钱 但是可以用礼金 用工作作为礼金 来得到一个太太 拉班听见之后 很欢喜就接受了 但是经过了七年之后 拉班很清楚知道 神透过这个侄儿 给他很多的丰富 他的家道是轻王 赚了很多钱 多了很多偶像生畜 一致他不想他离开 在七年之后 雅各要求把拉杰嫁给他 但是他发觉在洞房那夜 才知道不是拉杰 大家看看下面 第23节 到了晚上 拉班把自己的女儿 是谁 尼亚是姐姐 不是门妹 带来给雅各 雅各就与他亲近 25节 到了早晨 雅各才看出 原来是尼亚 就对拉班说 你向我作的是什么事呢 我服侍你不是为了拉杰的缘故吗 你为什么欺骗我呢 这位的雅各 大家会认识 在他过去曾经欺骗自己的哥哥 去赚取到那个长子的名分 得到父亲的祝福 但是想不到神容许他在英国的地方受到舅舅的欺骗 本来是想着拉杰的 谁知道突然间发觉转了个人 第二天早上才发觉 当然他的舅舅很多的理由 是什么理由呢 26节 拉班回答 大女儿说没有出嫁就先把小女儿嫁出去 我们这地方是没有这规矩的 大班强识夺理 说出一个原因 就一定要大女儿嫁出 小女儿才可以出嫁的 这个道理是否真正的规矩呢 很明显不是 有没有说了给亚国知道呢 亚国知不知道这件事 他从不知有这样的规矩 直到拉杰 利亚出现了之后 他才听到消息 原来有个规矩 要先大女儿出嫁 才到小女儿 很明显 拉班是想用一个方法 来留住 留住亚国的 大家看27节就会知道了 27节 你与大女儿七天的庆典过了以后 我们也把小女儿给你 指示你要再服侍我七年 拉班很清楚知道 雅国带给他很多财力 因此一棵遥前树 这个生财工具 不能让他走 因此用方法要再留住他 起码多七年 因此雅国就接受 再为拉班服务七年 以至能够得到他所爱的 一位的拉杰 我想问问大家 如果你是利亚 你的感受是怎样 好感觉到 其实丈夫都不是爱自己 想爱妹妹而已 但爸爸把我给了她 没办法 那做做二等太太 当她后来的时候 她发现丈夫其实都不喜欢她 当她生儿子的时候 她很高兴 第一个儿子留本出生了 她就很清楚地表达 现今夜我说看见我的苦情 我的丈夫因为这个儿子一定会爱我 但发觉原来丈夫都没有爱她 到后来生第二个的时候 叫做失眠 失眠的意思是看见的意思 神看见了我的苦情 他看见了我失宠 圣经后来这么说 他知道自己失宠 所以渴望这些儿子 能够重新让他得到丈夫的爱大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 在这个过程当中 利亚一直都不开心 一直都觉得丈夫不爱护他 不会接受他 后来我们发现 经过了二十年之后 雅各要离开拉班 这个时候女儿就开始说出她们的心声 大家一起看见她后面三十一章 在三十一章的第十五节 当时雅各和两个太太说述 她要回到自己的父家 问她们你们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呢 在三十一章第十五节 两个女儿就说 她不是把我们看作外人吗 因为她把我们卖了 吞没了我们的身价 十四年的工资 雅各为拉班做了很多东西 拉班得到很多的利益 有没有分给那些女儿呢 是没有的 只是自己得到利益 是出卖了两个女儿 成全她的一个目标 但是女儿的感受是被自己的父亲出卖 各位女儿 或者我们停一停 想一想 很多时候在家庭里面 在家人的相处里面 任何一方 无论子女或者父母或者夫妻之间 任何一方觉得自己被人控制着 被人支配着 纳士的关系就会出现了裂痕 纳士就会感觉 我是被她控制着 如果今天我们为了子女 安排了很多很好的 无论是课余的学习 学很多不同的 或者特别的技能 又或者不断鼓励她 去报考哪家学校 这些可以是好的事情 但是父母要小心问一个问题 究竟我是不是明白 我子女的特性 我是不是真的为了她的好处 鼓励她做这件事情 如果不是为了子女的好处 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光荣 为了自己的光彩 而去要求子女做这些事情 子女一发现的时候 她内心就会觉得被控制 因此关系就会立即产生裂痕 任何的家庭里面 一定要常常反思 我所做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为了我的家人的好处 是为了她着想 真正爱护她 否则很多的决定 很多的鼓励 反而带来了相反的效果 正如当时拉班所做的 带来了的是令到 她从此之后 和那些女儿的关系 是出现了很大的矛盾 是破裂了的关系 我们再看 接着我们发现另一方面 就是雅各在过程当中 她感觉自己受欺骗 但是感谢神 她坚持着去敬畏神 大家再看回我们前面的第三十章 在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节 当时雅各服事了十四年 但是拉班很想她继续留下 因此就问她 你要多少工资呢 三十一节 拉班问 我该给你什么 雅各回答 你什么也不必给我 只要你答应我这一件事 我就继续目放 看守你的羊群 三十二节 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 凡有斑点的羊 黑色的绵羊 或有斑点的山羊 都挑出来作为我们的工资 然后后来拉班就答应了 大家都可能知道 在当时的情况就是 一般的绵羊是什么色的 是白色 黑色的绵羊是很少的 而山羊一般是黑色 而有纹的或者有杂纹的 山羊也很少的 因此雅各提出一个条件 凡是那些很少数的 特别的山羊绵羊 你就给我作为我的工资 我就再服势你六年 这个其实也挺划算的要求 拉班听见就很喜欢 因为他知道羊群当中 很少是黑绵羊 或者是杂纹的山羊 但是你发觉最终拉班怎么做呢 大家看下第三十五节 当日拉班把有条纹的 没有斑点的公山羊 有斑点和有白纹的母山羊 还有有黑色的绵羊 都挑出来 交在哪个手里 不是交在雅各的手里 之前雅各就说 等我去走遍你的羊群 选出这些特别的羊 但是拉班不让他自己选 他自己去挑出来 挑出来之后不是交给雅各 是交给自己的儿子 把那些纯白绵羊 黑山羊就给亚各看管 亚各看云都找不到一只黑绵羊 再一次亚各经历到拉班对他的欺骗 得不到他自己当时期望得到 或者说拉班承诺给他 在这个情况当中 他面对着很多这些困难 各位顶姐妹 我相信在很多不同的家庭里面 或多或少 我们会经历到一些的伤害 或者你的父母 或者你的子女 曾经向你承诺了某一些的事情 但是最终你可以发觉 好像都没有尊重了他的承诺 甚至对你有一些欺骗的成分 有些时候会在家庭当中 我们察觉最亲密的人 反而伤害到你最深 当然这个不是全部的情况 很多家人对比我们很深的爱护 但是有些时候 我们会发觉有些这样的情况 而当时雅各所经历的 正正是这些情形 在那个时候 雅各虽然受骗 但是他学懂得敬畏神 以前曾经欺骗人 但现在受人的欺骗 但是他知道要继续保持他的良善 因此20年他学习敬畏神 大家看看后面31章就会知道 31章去到第38节 大家再见 当时他们要决心离开了 但是拉班追赶他们 然后在当时那角 就意正慈严 来到反驳拉班第38节 这20年内 我愿意再一起 你都没有绵羊和没有山羊 没有钓的胎 没有难产 那些羊仔全部都很顺利地出生 为什么 表明着雅各是很尽心地照顾那些羊 接着说 你羊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 雅各没有自己静静地 把其中一只羊煮熟了自己吃了它 没有 然后接着说 第39节 被野兽撕裂的 我没有给你带回来 都是由我自己赔偿的 在当时的律法规定 如果是被野兽撕裂的羊 你将证据带回来 主人就不可以要求牧羊人 来到去赔偿的 一定是主人的要负责的 但是雅各他自己就赔偿了 可能他知道拉斌是很刻薄的 所以他都不敢要求他赔偿 自己赔偿算了 接着说 无论白天偷去的 或是黑夜偷去的 你都要我负责 同样律法讲到 白天如果失去羊 牧羊人要负责 因为他没有小心看管 但是晚上被偷去的 有时是看不到的 所以没有责任 要来到还 要来到陪的 但是你看到圣经所讲 第39节最后 你都要我负责 然后我白天受尽炎热 黑夜受尽寒霜 不能入睡 我经常是这样 雅各在当中 面对着很多的苦群 他不敢随便 他要小心看着羊 因此没得睡 黑夜受尽寒霜 不能入睡 有很多的弟兄姊妹 或者都在家庭当中 受到不少的困难 但是坚持住 保持自己的良事 我听过不止一个两个三个的姐妹跟我分享 他们是骑徒 但是嫁了进去一个家庭之后 这个奶奶是未信主的 对这个媳妇很多的要求 甚至过分的要求 带给她很多的压力 但是他们坚持着 我要继续爱护这个奶奶 奶奶病的时候 她带她看医生 有什么需要的时候 继续关心她 但是得到的 然后有很多的责骂 很多的对她的轻视 但是这些的姐妹们 他们坚持着她的良善 想不到很多年之后 突然 那个奶奶信主 信主之后 一起回教会 突然在她耳边 告诉她听 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你这么爱惜我 一句话带给他们 很大的释放 很深感受到 神知道他们的苦楚 有些时候有人会问 为什么神不让我 早点得到释放呢 对于亚国来说 一个欺骗的生命 在他自己的家庭当中 受妈妈的影响 自己也是这样欺骗人 但是去到一个新的环境 神容许她二十年 面对苦难 刚才大家看到 很多的经文 知父神知道 在苦难当中 人的生命 才会得到磨练 神也都给她 在苦难当中体会 受骗是怎么样 而开始自己反省 自己人生 以至她在受骗当中 她不会骗回 她自己的舅父 而是学会她敬畏神 她仰望神的保守 仰望神的看顾 接着我们看到 神看顾那些信靠她的人 亚国在受骗当中 神恩待她 大家看下底的经文 看下底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第三十一章 我们翻翻三十一章的第六 第七章 当时亚国和两个妻子说 我尽了我的力量来 服侍你们的父亲 这次你们知道的 你们的父亲却欺骗了我 十次意思是多次 更改了我的功之 但神不容许他伤害我 拉班曾经表达 我有能力去伤害你 但神不容许他 当亚国他们要离开的时候 拉班追赶他 但那个晚上 如果大家留心经文 就会留意到 突然间拉班发了个梦 梦中神警告他 你不可以和亚国说好说大 你不可以欺负他 拉班醒觉 他不敢去伤害亚国 到一个地步 神清楚地介入 不让伤害你的人 再伤害你 因此 亚国清楚地说 他说 但神不容许他伤害我 再看下第十二节 这个时候 第十一节 神的侍者在梦中对我 说阿国 我说我在这里 他说 你举目观看 所有爬在母羊身上的公山羊 他们交配的时候 都是有条文 有斑点 我有花斑的 因为 拉班向你所作的一切 我都看见了 神说给亚国知道 拉班所做一切的事情 我都看见了 大家或者会立时唱起 春以及记 当时神呼唤 摩世去释放以色列人 神就说给摩世知道 以色列人在阿及所受的苦 我都 什么 看见了 看见是表示神是看顾 神是监察一切 他知道 他留意到这一切的事情 他是会有所行动的意思 神说给亚国知道 我看见了 各位弟兄姊妹 你在教宗所经历的一切 你要记得 神看见的 神是知道的 然后跟着给他知道 在梦中看到的那些羊 在交配的时候 生出来的那些竟然是一些 有斑纹的山羊 或者黑色的绵羊 当然大家会想 经文有提及过的就是 他用一些策略 当羊交配的时候 他在水槽上面 插一些树枝 撕开树皮 好像一条条斑条那样 然后给羊看着那些树枝交配 你猜有没有效呢 他想用胎教的方式 有没有效的呢 传说有效 但你可以想象 纯色的白绵羊 跟纯色的白绵羊交配 会不会生出黑绵羊出来的 机会是非常美的 但是神很奇妙在当中介入 生出来的竟然是黑绵羊 黑色黑色的山羊 没有羊 竟然交配出来的 是那些有斑条杂文的山羊 因此神比亚国有很多的财富 很多很多的生畜是属于他 不是他的努力 是神恩待他 将很多的财富赐给他 因此当他离开的时候 带着一大群的生畜 也都神赐给他十二个孩子 大家知道他带着封城的生命 因典离开一个受到伤害的环境 大家再看的时候 你要发觉最深的第十三节 就讲出一件事 第十三节 神同亚国说 我就是伯特利的神 你曾经在那里拥有 高过石柱 又在那里向我许个缘 现在你要喜情离开这地 回到你的亲族那里去吧 二十年之前 当亚国离开自己的本间 去到旷野 哇 好伤心 前途茫茫不知道怎么办 在当时神向他显现 他知道神看顾他 因此 一个石头树膏 然后在神面前纳约 表示 神要你一路保守我 我会敬畏你 跟随你 神就让他知道 我会保守你 回到你自己的家乡 神没有忘记人所作的祈祷 阿国发出的祷告 神二十年来一路的听 而按照祂的应许 二十年之后 带祂回到祂自己的父家 也就是风风富富的回去 各位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对你来说 二十年是多长 或者是长一点 或者是短一点 但是神不会规待那些敬畏祂的人 因为圣经清楚应许 敬畏耶和华的 一样好处都不决 一无所决 因为神恩待那些敬畏祂 信靠祂的人 各位弟兄姐妹 若然在困难当中 你要记得 神是看见的 一直的安心信靠 又保持自己的良善 你会经历神的恩惠 在你和你的家庭当中 我们一起祈祷 你是那位信实的上帝 主要你所应许的事情 你必定成全 当人向你诚心的祷告尋求 你不会忘记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坚定的信靠你 也都坚守对你的敬畏的心 以致我们能够保持良善 主要求你 让我们经历你的信实 见到你如何使用我们 成为家人的祝福 也都让我们经历 你给我们的看顾和慈福 主要愿意 你将这些说话放在我们的心中 尚尚成为了我们的激励 我们祈祷感谢 奉耶稣圣名求 阿们